開密颱風雖然已經出海離開台灣了 但是暴風卻仍然持續籠罩多個縣市 對此氣象粉專也提醒了 目前菲律賓的東南方 還有另外一個熱帶擾動正在發展當中 而且綜合歐美德和幾個AI模式 大致都認為這個熱帶擾動 將沿著太平洋高壓的邊緣往西北移動 預估在下週二三左右就會抵達台灣附近 但是颱風論壇粉專也強調了 目前預報仍然是會有變數的 因此在觀察二到三天會比較明朗一些 好 我們帶您持續關注 這凱米颱風它昨天從凌晨 凌晨從桃園的新屋出海 在過去的三小時 根據氣象署的資料 移動的速度比較緩慢 而且強度減弱了 變成輕度颱風 暴風圈也縮小了 目前中心在馬祖西南西的方向 以十六轉十二公里的這個速度 往北北溪的方向進行 那雖然暴風圈已經脫離了台灣本島及澎湖 但是馬祖和金門的風雨仍然持續當中 所以還是需要嚴加戒備 在台灣北部海面和台灣海峽北部的航行作業 以及船隻都要特別留意了 因為整體的海峽還是非常的不穩定 我們看到雷達回波圖 開密颱風還有外圍環流的影響 之下台中南投一直到高雄屏東 今天整個中南部區域都還是會有超大豪雨 而苗栗縣也有局部豪雨 雖然今天的中南部還是有大雨的機率發生 尤其在這幾天長時間的降雨 土質是非常的脆弱 而各地的山區陸續傳出災情 要嚴防土石流 嚴海地挖地區淹水 而民眾當然也是要避免到山區河川來活動 這次凱米颱風帶來非常強勁的雨勢 風雨最大在中南部 我們從二十三號十一點到昨天晚上十二點的 總累積雨量來看 下的最多的在高雄市的這個多納道德茂林區 有一百一千六百八十八點五毫米 其次則是屏東縣的三地門有一千四百七十八毫米 再來則是嘉義縣的竹崎湘奮起湖 有一千三百九十二點五毫米 我們看著整個圖表都落在中南部 而定量降水預報來看 今天仍然會有持續性的強降雨 尤其是基門馬祖風雨仍然很強 中南部還有澎湖地區一樣 也是要預防剛才講的超大豪雨 停班停課的觀眾朋友 避免非必要的外出 因為今天的白天都還是會有可觀雨勢 而且雨就是一直下 要慎防災害的再次發生 好到了晚上 雖然雨是有稍微小一點 但還是有可能會有豪雨 或者是大豪雨等級 因此一定要留意自身安全 那這個雨將會一直下到週末 才會逐漸的趨緩 另外提醒了 今天的離島風力明顯偏強 受到颱風影響 這澎湖金門 我看到下一張圖表 都有10到13級的強震風 另外基隆北海岸 苗栗還有台南沿海的空曠地區 以及藍雨綠島也都會有9到10級的強震風 因此浪高容易達到5米以上 而其他的沿海空曠地區也會有8到9級的強震風 會有長浪的發生 請民眾千萬要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尤其碰上大潮 這漲潮期間不利雨水排放 沿海的低洼地區 更需要留意海水倒灌 以及積淹水的情形